好莱坞大片《星球大战外传》 《侠盗1号》 14号在英国伦敦南岸举行首映礼 这场首映礼并非在铺有红地毯的莱斯特广场举行 而是选在当地的一家艺术展厅进行 还有帝国风暴兵驻守四周 营造电影的氛围 赤兹2亿美元拍摄的《星球大战外传》 《侠盗1号》 预料将成为今年最卖座的电影 电影讲述由英国女星菲利斯蒂琼斯 所接演的女主角秦厄索 将会带领一般人偷去帝国军的武器 死星蓝图 为了这个角色 曾经荣护奥斯卡提名的琼斯 还特地揣摩了其他前辈的电影角色 《星际大战外传》下到1号的故事情节 定在1977年守护星际大战电影 《曙光乍现》之前 由哥斯拉导演盖瑞斯·艾德华指导 单纲演出的还有英国演员 李兹·阿麦德 墨西哥人迪亚哥·鲁纳 曾子丹和江文等人 《星际大战》外传辖到1号电影 明天也就是15号就会在全网上映 继《星际大战7部曲》原力觉醒之后 相信将再一次在全球创下票房记录 IDP7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《星际大战》